好 那么下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玩一下说 在我们这个创建啊 向订单商品表里面去添加记录之前 我们还有这么一步操作啊 什么操作 需要呢 在这里呢 去判断商品的库存啊 判断商品的库存 在这里面你需要呢 去判断 需要啊 去判断商品的库存 在这里面 为什么要判断商品的库存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你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 假如说现在某一个商品 那么他假如说啊 他的库存只有两件对吧 你往这里面加了两个 然后另一个另外一个用户呢 他也往他的购物车里面呢 加了两个啊 加了两个 然后呢你你俩点击提交订单的时候呢 他比你他比你先去 他已经把那两个买了 但你购物车里面这个数量呢 还是二 你点击提交订单的时候 这边呢 实际的库存呢 已经变为了零 所以呢 你在这边加之前呢 你需要呢 进行库存的一个判断啊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边去 往里面加信息之前 我需要判断这个 Count 他是否大于这个商品的库存啊 他是否大于商品的库存啊 比如说在这边 如果他大于这个商品的库存的话 我们呢就应该给他返回一个数据 CSResponse 然后呢写上一个 我在这里面 5已经用了 返回一个6 好 给你传一个错误的信息 叫做error message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商品库存 不足 不足啊 否则的话 库存充足的话 你就可以呢 继续往下去 直行啊 那么 你像这一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去给大家 做一个演示啊 去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呢 为了演示这个东西 我可以呢 在这里面呢 给他去 休眠一下啊 给他去休眠一下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啊 休眠 10秒钟啊 import time 然后呢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time 点sleep 休眠10秒钟啊 休眠10秒钟 那么 这样的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找一个商品啊 找一个商品 那么这个商品 找谁呢 看一下啊 点击用户中心 我们找一下他啊 找一下他 那么他的这个商品呢 我添加一键 加入到我的这个 购物车 好 然后呢 去我的购物车 去我的购物车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我需要呢 去买他的吧 点击去结算啊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 一点击提交订单的时候呢 他就会执行我们的这个函数啊 在执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呢 就会休眠10秒的吧 然后你注意啊 在这个10秒的 在这个10秒的过程中 我通过Circle语句呢 把这个库存呢 给他 变掉啊 那么10秒之后 他就应该给你报一个商品的库存 不足啊 我们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啊 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啊 所以呢 在这边 找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啊 找到我们的数据库 那么 切换一下数据库啊 Use delefresh 然后呢 写上一个BJ18 好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selecting from我们的 df goose sq vr sq 的 id啊 这个鸡腿的 这个id呢 是17啊 17 找到这里面啊 查一下 这里面呢 他的这个鸡腿的库存呢 就是17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 我要把他的库存 给他改掉啊 就update 然后呢 写上我们的这个 update啊 写上一个 哎 我们的dfo 的goose sq set 这个stock 等于0 比如说等于0啊 他要买一个 我给他变成0 vr 然后呢 写上这个id呢 等于17 好 这个语句呢 我先写好 我先不执行啊 我先点 我先去点这个提交订单 然后呢 我再回过头来去改这个内容啊 因为他这边 他这边呢 会去休眠10秒 所以你点击的时候 本来 过来的时候啊 你注意啊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啊 我在这边啊 这个你需要呢 去在这边啊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啊 在这边去 在这边啊 我们在这边sleep啊 那么他一过来的时候 哎 他会先去查询之前 他是不是会 先会去休眠10秒 对吧 在这10秒过程中 那我把这个库存呢 给他改成这个0 那么他一查出来 sq的库存是不是就0 就0 他就会报一个库存 不足 好 然后呢 看一下啊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 我在这里面呢 去点击这个提交订单啊 点击提交订单 然后呢 我在这边呢 把它改掉 好 这边已经改掉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过10秒之后 哎 这边谈什么消息啊 好 这里面是不是 出来一个商品库存不足 对吧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加这个商品库存 不足的判断啊 但是一旦出了这个商品库存的时候 不足的时候 我们这个订单 有没有成功 对吧 没有成功啊 但是没有成功的话 以我们这段代码来看 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表里面 有没有信息啊 首先 查一下这个表啊 select 新 from我们的DFO的 info啊 DFO的info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会发现它里面呢 加了一条信息 对吧 加到这时候呢 这个total count呢 和total price呢 还是我们的一个初始值 对吧 都是0 然后呢 transit price呢 等于10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 其他的order goods里面 这个表里面呢 他呢 就没有这个信息 对吧 这个订单本身是下失败的 但是这个表里面呢 他给他插入了一条信息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就出现一种情况啊 我们这个订单的这个过程呢 你失败的话 我们其实呢 这一部分呢 也不需要他进行一个插入啊 因为订单已经失败了啊 所以他不需要去有 但是他有了啊 那么 这一步呢 你要把它 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呢 用到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MySQL的事物啊 MySQL的事物呢 就是一组SQL操作 要么都成功 要么都失败啊 那你像我们这个逻辑 对吧 这个创建订单的 这个业务逻辑啊 这些数据库的操作 它都是一系列的过程啊 它应该放在一个事物里面 要么成功都成功 要么失败都 失败啊 OK 这是他 然后呢 下面 关于这个事物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MySQL事物的概念啊 首先 什么是事物 一组 MySQL语句 要么执行 要么全部 不执行啊 需要么执行 要么全部不执行 这就是MySQL里面的事物啊 那么 关于这个事物 它有什么特点 首先 第一个特点 原子性啊 一组事物 那么 要么成功 要么 撤回 就是都不 都不执行啊 要么成功 要么撤回 那么 第二个特点 稳定性啊 如果有非法数据的话 事物 撤回 就是你执行 你在事物里面 执行一些语句的时候 如果呢 有非法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 外界 约束啊 它执行失败了 这个事物呢 也会被 撤回 好 第三个特点 事物的一个 隔离性 事物独立运行 哎 一个事物 处理后的结果 如果影响了 其他的事物 那么 其他事物呢 也会被 撤回啊 也会被撤回 这是它隔离性 再往下 第四点 可靠性 软硬件崩溃之后 这个 数据库的引擎表呢 会利用这个 日志文件呢 进行一个 重构啊 进行一个重构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可靠性 其实呢 和这个 高速度 它俩呢 是不能 间谍的啊 不能间谍的 哎 这个呢 其实所谓的可靠性呢 就是你执行事物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事物呢 保存到 日志里面去 你如果 软硬件崩溃的话 在你恢复之后呢 它会用这个日志里面的记录呢 对它进行一个 哎 重新的执行啊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 可靠性啊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事物的四个特点 原子性 稳定性 隔离性 还有这个 可靠性啊 那么你要 知道这个特点 然后下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MySQL里面 事物的控制 语句啊 有哪些 首先 你如果 需要呢 去 把一些语句呢 放在一个事物里面的时候 你需要呢 自己呢 去开启一个事物啊 这个开启事物 怎么开启呢 使用这个 Begin 或者是这个 Stata Transl X啊 它就会开启一个事物 你开启一个事物之后啊 在 在这个 Begin 后面的语句 都在这个 事物里面 那么 事物最终 执行的结果呢 有两个啊 一个呢 叫做 Commit 就是事物的一个 提交 提交事物之后 你 事物里面呢 对数据库的 所有修改呢 都 都会变成一个 永久性的啊 那么 事物的处理呢 还 还有一种操作呢 叫做 Rowback啊 Rowback的话 叫做 回滚 你一回滚的话 它会撤销你 事物之前进行的 所有 修改啊 这是事物里面的 哎 两个处理 要么 提交 要么 回滚 然后呢 下面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过程啊 在我们这里面 在我这里面呢 有一个表啊 Use Tesla 2啊 切换一下数据库 在数据库里面呢 有一张表 烧 Tables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 表叫做 DF Gus 太子啊 叫他 那么 现在它里面 有一条数据 对吧 我现在 我们如果要在这里面 使用事物的话 你注意 你呢 就可以呢 去 开 自己呢 去开启一个 事物 叫做begin 使用begin啊 就是开启一个 事物 那么 我开启完一个事物之后呢 我下面写的这些语句呢 它就在这个事物里面 然后呢 比如说 现在啊 先写一句话 叫做insert into 我们的这个 DF Gus 太子啊 往里面加值 Values 写上一个2 然后呢 写上一个1 再写上一个 哈喽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事物里面 我就执行那条语句 对吧 执行那条语句之后 你看一下 我去查一下 select 行 from from 我们的 DF Gus 太子啊 好 你看一下这里面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内容 对吧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内容并不代表 它已经 永久性的存在了啊 事物 这个东西呢 我们说这个语句呢 是在事物里面 那么事物最终的执行结果呢 包括两个 一个呢 是提交 一个是回滚 如果你一回滚的话 这条语句的结果呢 它就 没了啊 那么你 我们给大家先回滚一下 叫做ro back 好 回车 然后呢 你再去查 你查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 对吧 这就是事物的回滚啊 因为这个语句是在我的事物里面 我一回滚 执行的这些语句的结果呢 就会被撤销啊 就被撤销啊 那么对应到这个roback呢 就有一个commit啊 还是开启一个事物 began 然后呢 还是呢 执行这个语句 对吧 执行完这个语句啊 执行完之后 对吧 我想让它永久性的保存了 那么怎么做 提交 commit啊 commit ok 那么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再去查一下 哎 看一下是不是它就存在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事物啊 它的一个处理 其实很简单啊 开启一个事物 开启完事物之后呢 你在事物里面 你可以执行很多色谱语句 这些语句呢 都在一个事物里面 那么事物最终的结果呢 要么是进行一个提交 要么是进行一个回滚啊 哎 这是它的基本操作 然后呢 你在事物里面呢 你还可以呢 创建这个事物的保存点啊 你注意啊 还可以呢 创建一个保存点 我们在回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不把整个事物回滚 只是呢 回滚到某一个保存点啊 叫做标记点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首先啊 保存点的命令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保存 设置保存的命令 叫做save point啊 设置保存点 然后后面呢 起一个名字 给这个保存点 好 如果是回滚到某个保存点呢 使用的命令呢 就是roll back to啊 哎 写上保存点的名字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去 看一下啊 再次的去开启一个事物 写上一个began 啊 写完began之后呢 在这事物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试制这个保存点模作啊 save point啊 写上个se 哎 这里我 我就创建了一个保存点 叫做se 然后呢 我往它里面呢 我要去加一条信息 insert into 哎 这个df goose啊 哎 dfgoose test 然后呢 写上一个values啊 写上一个31 然后呢 再写上一个 hello 好 这里面呢 我往它里面 对吧 我在这边呢 我要往它里面去加一行 加一行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查一下 select select from我们的dfgoose tais啊 好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加的这个 对吧 然后呢 我执行完这个 insert语句之后 我下面呢 再来一个保存点啊 select point 写上一个s2 好 然后呢 再往里面加一条 insert into我们的dfgoose tais啊 dfgoose tais values 写上一个4 写上一个1 写上一个 hello啊 写个hello 好 ok 这里面呢 select 请 from我们的dfgoose tais啊 好 那么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对吧 执行了两个操作啊 在我们执行这句插入之前 有个保存点 在我们执行这句插入之前呢 也有一个保存点 下面呢 我想撤销这个操作 但是呢 我不想完全撤销 我只想把我最后执行的这个呢 对它进行一个撤销 那么怎么做呢 在执行之前 我们设置了一个保存点 我们回滚的时候呢 就可以呢 只回滚到这样一个保存点 那么前面的这个呢 就没有被撤销 而是他之后的被撤销了啊 那么怎么做啊 其实呢就是rollback 去写上我们的s2 好 我执行完这个之后 对吧 你去查一下select啊 行 from我们的df公司啊 tests啊 你去查一下 是不是就没了 对吧 它就没了啊 因为我回滚 我可以呢 回滚到某一个 某一个保存点 这里面回滚 不是回滚整个事物啊 而是回滚到某一个保存点 在保存点之后的操作呢 它就撤销了啊 那么注意啊 你到这里的话 我们现在整个事物还没有结束 因为你还没有进行提交或者是回管 那么如果呢 你想让这条语句也不生效 我就直接是rollback啊 我想让它永久生效 直接就写上一个commit啊 commit ok 好 commit啊 那么这里面 它就永久生效了 查一下 诶 它的这条数据呢 就有了啊 ok 这里面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事物 它的一个基本操作 那你记住啊 一旦你开启一个事物之后 一个事物什么时候结束 要么是最后这个commit 要么是进行一个rollback啊 才标记着一个事物呢 它是结束了啊 然后呢 在事物里面 你可以呢 去设置这样一个事物的保存点 诶 设置事物的保存点 那么回滚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直回滚到某一个保存点啊 这是回滚到某个保存点 那么删除一个保存点怎么做呢 release CVPot呢 写上一个保存点的名字啊 就可以呢 删除某一个保存点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 mysego的事物的控制语句啊 控制语句 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啊